接下來歐洲聯盟自一九九三年成立以來 經歷過許多風雨 而在最近這波新冠疫情當中 歐盟國家更是受到了嚴重的衝擊 最新一期經濟學員雜誌 就批評了歐盟對疫情的處理方式 我們今天來聽財經專家丁學文 對經濟學員這篇文章的解讀 幫你讀懂全世界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丁學文 我今天要跟大家解讀的是 最新一期經濟學員的歐洲版本的封面故事 大家看到這封面設計很有意思 我們看到一個像疫苗一樣的高樓大廈 上面有一個歐盟的國企 但是殘破不堪 上面寫的是歐洲在這次疫情的處理上 出了什麼錯 文章內容很有意思 我們回頭想一想 歐洲一向被認為是科技非常先進 非常富裕 甚至一向是比較偏向社會福利的一個國家 可是在這一次呢 所有的歐盟國家裡面在疫情的發展上面相對是落後的 我們看到目前為止 英國的疫苗接種已經超過了五成 美國也超過三成 到現在歐盟才只有百分之十四 而更重要的是呢 整個歐盟在處理上面顯著步調不一 為什麼這樣說呢 首先很多人會是說 歐盟因為人口的問題過度老齡化 我們知道老年人是這一次疫情比較容易受傷的一個族群 第二個 他因為歐盟之間可以跨界 所以讓整個感染的力道變得更強 可除了這兩個因素之外 我們也看到歐盟有很多自身的問題 曾經有個法國的外交家叫Jim Monet 他曾經說歐盟總是在危機之中鍛造出來 可這也造成了歐洲人的過度自慢 所以在這一次呢 他整個疫苗的分配上面 所有的國家步調不一 方向不一 所以變成整個的疫苗接種變得相對落後 而更重要的是他本來設了一個 所謂的NGEU下一世代的歐洲基金 有七千五百億歐元 要去協助貧窮的國家 光審核就耗時廢日 官僚體系再度出來 所以經濟學院在提醒歐盟 你必須把你過去習以為觀的致滿 跟習慣趕快改掉 否則歐盟會永遠落後這個世界的步調 以上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 經濟學院的歐洲版本的蜂蜜故事 希望大家喜歡 我們下次見